早晨指望港股后市来说,欧洲央行和美国联储局进一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但全球股市都继续出现恐慌性抛售。实际上,欧美政府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去应对疫情,是损害了投资者的信心。 估计上来说,标普500指数现价已跌至预期市盈率的15倍,而英国和德国股市更加跌至11倍,市场是极度超迈,投资者预期欧洲和美国政府会推出大规模的财政事件措施去稳定经济增长,由于全球股市出现恐慌性抛售,预期今天港股继续受压,但中国的疫情已经受控, 加上有这个货币和财政政策措施去支持,中资股的前景是相对稳定, 凡资现价的预期市盈率是不足10倍,估值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个股推介来说,今天会说回黄金ETF SPDR-2840,投资市场是趋向波动的,资金是流入避险资产,加上近日多国央行都是先后减息,是有利于今价的表现,事实上根据市场数据来说, 今年至今黄金ETF流入的金额已经去到去年的超过三分之一,金价中线的前景都是向好的,我们给的目标价是1300元,指示价是1120元,谢谢。 本人陈乐宜是证监会持盘人士从事受规管活动,提速海基证券集团,有关牌照长程,请参与以下年见。 其及或其有联系者并没有拥有上述建议股分发行人的财务权益。 以上资料是由海基证券亚洲有限公司提供,子宫参考及内部使用。 有关资料是根据或源自海基相信为可靠的资料来源,但对资料的准确性或可靠性,海基不作任何陈述或保证。 以上资料或有关人士发表的意见,并不构成及不应该被视为买卖任何证券或投资要约或要约招来或恳求。 海基及其高级人员、雇员、代理人及联属公司可能在以上提及的证券或投资拥有利益,但对于你因使用或依赖以上资料而遭受的损失或后果,概不负责。 子宫参考及作ерг。 感谢观看